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随着节下安居圆满结束 至此农历七月 佛欢喜悦 又是在家居士供养僧众 修福报的时候 以前跟随师父在两岸三地弘法时发现 不同地方的佛教徒对供养法师的习惯差异很大 其中香港的莲友或称为佛友 供养三宝最为积极 打佛期的七天 每天一定都会供养一个红包 每位法师都有 虽然金额可能只有十块或二十块港币 但是天天供养 大陆和台湾的佛友比较像 只会在其中一天或法会当天才供养 但是金额比较大 大陆佛友多半包个一百块人民币 台湾联友则多数包一千块台币 佛习并不是要比较或计较 而是说明不同的人对供僧的观念与态度也不同 有一位男众说 我宁可到餐厅吃一桌一万块 但是要我每个月捐一百块给电视红法 不可能 这是真实的案例 师父每每每每每여ğ昇经时提到 都会摇头叹息 一般人不了解 僧众是非常殊胜的福田 供养僧宝福田 能够生出巨大的功德 所以出家人又叫福田僧 贡僧又叫种福田 藏传佛教的索达吉刊部说 必须具有福报者才会遇到殊胜的福田 而没有福报的人是很难遇到的 即使遇到了 也不一定会升起信心或恭敬心 像有些人在做慈善方面很有兴趣 他们愿意捐给学校 修桥逐鹿 但对供养出家法师却没有兴趣 这其实就是福报不够的表现 有人会埋怨 嗯 我这么聪明能干 为什么就是发不了财 殊不知 聪明能干不等于有福报 如果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再聪明能干也没有用 而如果前世积累过资粮 也就是修过福报的人 即使不是很聪明能干 也照样能够发大财 许多佛经都提到共僧的功德 增医阿含经说 能施众僧者 祸福不可预计 于兰盆经说 若能以饭食 卧具 医药 供养十方僧众 借此 十方僧众 清净共修 功德回向之力 能使供养者 往昔七世父母 六亲眷属 得远离三恶道 现世父母及其本人 长寿 无病 无脑 衣食自然俱足 身心安乐 据社论说 若能以一粒喝子 以应敬心 奉施僧众 于当来世 决定不逢极异灾 若以一团之食 于当来世 决定不逢极异灾 楼房经也说 若对僧众供养一粒喝子 一勺饮食 未来生中决定不逢极异 基井 刀兵三大灾结 懂得修福报的人 会把握每一个共僧的机会 佛习就遇到过许多次 供养者会跑过来 双手捧着红包说 师父 请您接受我的供养 善哉善哉 南无阿弥陀佛